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承载的太多了 所以我需要他们说可以 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 我觉得是挺无聊的 如果你不定你日列单位上班 你那个薪水到时候够不够你租房 养不养得活你 你自己倒还是个未知数 我这成功的定义就是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如果说我家你是开矿的 我带你去闯 闯到吃饭的你再回来 你跟他说一句说 妈妈可能我现在选择的 你不接受 但我很爱你 感谢你为我付出的这节目 他没跟你说过 没有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特别计划 求职无忧计划 我是大卫 首先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解惑团的各位嘉宾 欢迎大家的到来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菜鸟无忧的袁军老师 做客我们的解忧团 他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各位有困惑的朋友们 提供专业的辅导 在以往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求职人 对于职业规划这件事 知之甚少 甚至还有的朋友 是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说 还有职业规划这回事 社会进步的无数事实证明 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不仅对于求职者本人的求职 更会对他们的家庭未来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即将走出校门的 大学生朋友们 当他们的求职选择 和职业发展规划 和家庭产生了对撞 此刻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就是我们特别企划 求职无忧计划的解决方向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位嘉宾 将会尝试着为他们拨开迷雾 找寻适合他们的发展路径 最重要的是 要帮助他们认识到 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求职无忧计划 特别企划 聚焦亲子双方的职业规划选择 深入探索职业规划的背后逻辑 尝试搭建理解与沟通的桥梁 帮助家长与高校学子 实名前路 找准人生职业方向 第一环节 沟通俱例 亲子双方阐述职业选择的分歧 解惑团选择支持一方 第二环节 寻测群力 请护团就双方职业规则选择进行讨论 指明职业方向 第三环节 职场助力 菲尼莫属 携手菜鸟无忧 为其将奔赴职场的年轻人 助力未来 求职无忧 让梦想照尽现实 接下来 让我们请出今天 第一组走上舞台的家庭 我们先来看VCR 我今年25岁 在韩国外国语大学 学习英韩翻译专业 毕业以后 我想做自媒体的工作 但是我的家人 对此非常的不支持 我女儿小时候非常聪明 也非常的听话 外语学得也很好 送她出国学习 也是想着回来 帮胜到家里的生意 但是她完全不听我们的 家里的生意 我之前也有努力去尝试过 我并不适合 也不能胜任 我希望家人能够理解 支持我的选择 而不是替我做出 他们以为正确的选择 如果没有选择 我想选择的路 那我才会真的后悔 让我们掌声有请 二位嘉宾走上舞台 欢迎他们 你好 先生好 接下来二位 每人用一句话来阐述 你们目前之间 矛盾最核心的问题 我就想要我的女儿 给我自己做生意 我想做自媒体的工作 但是我的父母 总是说不靠谱 好的 感谢二位 接下来来到 我们的解惑团成员中间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我们的节目第一环节 沟通俱例 双方坎述 你们彼此之间 在于求职这件事上的 分歧和冲突点 帮助我们的解惑团 更好地了解 背后的一些 深层次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 给出我们的建议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的情况 我从小就比较听话 按照爸爸妈妈的 理想状态 上学 然后出国读书 专业也是按照 他们想要的方向选的 你在国内的时候 读的是什么专业 读的是金融方面的 出国深造选的 国家 学校和专业 也是父母给你选择的 对 读的是英韩的翻译 说到这儿 你总结一下 无论是金融 还是外语专业 是你喜欢的吗 不是 那当时选择 同一家里的安排 为什么 因为我擅长 他们总是会说 我擅长 我就应该去做 然后呢 也因为这个专业 能帮到他们 你擅长吗 你认为 相对来说 成绩还不错 干什么 家里有跟你聊过吗 有 希望我接受 家里的生意 你当时同意了 同意了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你认为 你和父母之间 已经无法达成一致了 也是一个契机 其实我以前 就喜欢表演 喜欢舞台 然后我这次去 出国的时候 正好有导演戏的朋友 想要说 找一个女演员 然后我就去拍了 然后我就 特别特别开心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忙了十多个小时 拍什么呀 就是一个我朋友的 闭设作品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我就觉得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然后我就尝试 跟他们沟通 我说我想毕业以后 我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试试看 好 你对这个工作的未来发展 有了解吗 没有了解的特别清楚 没有了解 然后就跟家里沟通 结果呢 不同意 说我做梦呢 然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可能闹力比较大 我就会说 如果你们不让我 做这行的话 我接下来输 我就不去读了 反正读完了 也是帮你们做事 现在就算 我不拿这个毕业证 也是帮你们做事 那我直接帮你们做事好了 所以比较加劲 现在毕业多久了 没有 准备毕业了 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休学了两年 帮他们忙家里的事情的 然后这个暑假回来 是有在自媒体这边 演员这边 尝试尝试的 姐姐 您今年多大了 51 不像 但是生意越做 肯定感觉到年纪 有点支撑不住 对 您几个孩子 两个 还有一个弟弟 弟弟今年多大 高二 跟姐姐一样 不听你的话吗 有点 又有点 为什么这个 一直就想让他做事 我觉得他从小很聪明 我是做那个服装 演出服的 又有开店 又还有工厂 我们是想让他去学英语 因为我们也有外大 他年轻 眼光好 现在我们这个年纪 眼光也没他们好了 说到这儿 我突然有种感觉 就是在职业规划 或者说这个企业的 发展规划上 阿姨明显比你有路径 所以当时送他出国 让他学这个英韩翻译 有当时这样的考虑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韩国客人 也英国客人 日本客人 也有外国客人 你看看 我就想要他学这个 这个生意接下来 绝对不会错 可以说做得很好 以他的能力 我是这么认为 不是 我就特别纳闷的 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丁广还同意 到后来 他说他去拍自媒体 然后他就不想做事了 他自媒体拍的 你看过吗 我不想看他的 拍这个 我觉得没有钱 我看都不想看 然后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母女俩 闹得最激烈的时候是 最激烈 他不是在家里 修了两年学对吧 那个时候就是网上的 生意多嘛 网店 他做得非常好 主持人 这我有话要说了 他们很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爸妈非常需要你 做网店不是 我接下他们的网店 是我从零开始做的 他们就跟我说 你年轻人 你懂网络 你读的书多 你会的语言又多 所以你应该可以做好 就是公司领导画饼那一套的 让你做领导一的突破 对吧 等于你这个电视 爸妈给你指了一个目标 你自己凭空 独立搭建起来 对 因为他们平时做实体生意的 然后他们就让我折腾网店 你说一个数据 你做到了多久 数据达到了最高 好的时候 一个月可能有 三到四万左右的营业额 这样子 后面各种营销的方法 以及你怎么去做数据 怎么样能让快速检索到你 这些我都学不明白 所以说后面一直在往下滑了 我就没有再经历我这个事情了 你在做的时候 你没想过说 你要了解了解 怎么开网店 应该跟什么样的人请教 网店应该怎么开 然后去报一个班 上一个课 你做过这个了解吗 我没有了解 我就是经理学人模样 我如果要去报班 他们就会说 你这种事情都解决不了 还要报班 我们是这样子 我和他爸爸来 没什么文化 也就是想要他们两个 读书有文化 你想现在做什么都还是 意义还是有文化 您这个说的对 对 好 就是他后来可以去读书的时候 他读书之前就跟我说 我不想做这个 你们还是自己做吧 那我就很生气 我就想如果你不做 那好 那我赚的钱你不要用 你要断了他的经济的支持 对 吵架了吗 有点吵 吵了 有点吵 我都离家出走了 走了多久 走了三天 阿姨 我再问你一件事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就说一切 你说了算 你想让丁广去干什么 我还是要他来 那就是我做生意 就做生意 你现在不是要考老师吗 对 这个还有一点黑客老师 还有公务员 对对 最起码这两个工作稳定 稳定 对 你觉得做生意稳定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生意稳定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十几年了 稳定了 反正你就对闺女有信心 你认为丁广只要做肯定行 对 最后一个问题 你弟弟现在高二 马上就要经受你爸妈的洗礼了 你弟弟喜欢做什么 他喜欢打篮球 然后打篮球你爸妈支持吗 不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 不稳定 对不对 打篮球怎么能稳定呢 没出息 爸爸妈妈希望你弟弟干什么稳定的工作 那现在还不知道 按照他们的想法就是我先做生意 等弟弟成年了 就来跟我一起打下手 他们俩就可以退休了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就是 等你弟弟长大了 能接手生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追求自媒体的梦想 然后你就可以把生意交给弟弟了 没事 还有五十出道了 反正就是说 你们姐弟俩都不被父母所理解 那个喜欢打篮球 但是目前 您还没给弟弟想好 这个儿子想好未来的发展路径 这儿子不用想 他自己去闯的 一定不对啊 我觉得男孩子自己去闯 阿姨您说了 我们这录像 可都录下来了 回来把这些节目给弟弟看 将来爸妈要是不支持 弟弟的梦想的时候 就说 妈妈你当年在天津卫视的 节目当中说了 我可以去自由追逐梦想 我们作证啊 我们鼓掌作证啊 好 第一环节 沟通距离的最后 我们有请雅云老师 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丁广霍兰德分析结果 我们丁广这位选手 他的霍兰德职业兴趣的代码 有三个主特征 第一个是艺术型 也就是说 对美好有创新力的事情 社会型 也就是说 他愿意需要做 跟人打交道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部分 我觉得 切到妈妈的心眼里去了 他是一是企业型 另外他的职业价值观 第一个呢 他自己非常在乎的是 经济报酬 大家要看看他选的职业 跟他期待的价值观 是不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是社会交往 也就是说 他在跟什么样的圈层 在工作打交道 第三个部分是并列的 一个是美的享受 一个是成就感 所以结合我觉得 大卫老师刚才去 引出来他们之间的冲突 不难看出来 确实孩子对自己想要的 和自己能干的 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晰 感谢亚云老师 接下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手中 有这个不同颜色的牌子 蓝色 我们就来代表子女 而红色 我们就来代表父母 大家考虑一下 根据刚才接收到的信息 选择你们支持 哪一方 五 四 三 二 一 请亮牌 两票支持家长 四票支持子女 好 我不知道此刻 不管是大屏小屏 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 您觉得 您支持哪一方呢 打开抖音 威尼莫首抖音号 正在直播当中 无论是求职的困惑 还是职场的选择 菜鸟无忧的资深导师 将为你的职场助力加油 我们进入到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在这个环节当中 各位嘉宾 开启你们的观点吧 是这样啊 丁广 我为什么支持你妈妈 她作为一个家长 给你的规划是 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她肯定是希望你稳定 然后呢 你让追求自媒体呢 你想去创策去奋斗 包括其实你妈妈说 希望你能接生意 因为她认为这个生意 过得很稳定 或者说呢 她希望你考一个 所谓的编制 为什么我赞她是主要认为 出于这个考量 这个路径在当前 是对的 但是我为什么说 支持你妈妈同时 我也想支持你一点点啊 只能支持一点点 是因为你想做自媒体 但是想做自媒体 这个事情本身 它也是可以找一个稳定的 做自媒体 或者运营的企业岗位的 你比如说 我们在很多事业单位 包括我们很多央企国企 它有大量的自媒体岗位 可能这些岗位 你如果想做 你先到一个稳定的平台上去 得到一个锻炼 一个习得能力 我结合了老袁 你这问题我问一下 阿姨 如果像袁军所说 丁广去到一个大国企 做自媒体 稳定 体面 且做他喜欢做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 您能接受吗 能接受 你看 老袁还是老袁 袁老师一开始说的那个 说父母的这个想法 是基于对孩子的一个保护 这个词 是我非常抗拒的一种说法 我们作为孩子 我们应该有权利 去对这份保护进行选择和挑选 你到底保护的是什么 其实妈妈的选择 是保护的是一份保守 她不是保护的是 丁广自己的兴趣 然后包括刚才袁老师说的 那个建议 说你去一家正常的国企 也有自媒体岗位 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岗位本身 他对感兴趣的是 作为媒体行业 作为一个演艺人员 如果你跟他说 你是做自媒体感兴趣 还是做演艺事业感兴趣 他会说做演艺事业感兴趣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 问他一下 你想做的自媒体 是自媒体当中的什么岗位 我更喜欢台前 就是被拍摄的 对 我不需要有特别高的成就 就我希望做这行 我能养得活自己就行了 但是矛盾了 你会不会干这件事 和你能不能干这件事 你能不能把这件事干好 这是三件事 你能把这件事干好之后 再另起一行 能不能赚钱 能不能赚到养活自己的钱 是这一卦上的另外两件事 你现在呢 雅云听出来了吧 他把这两卦揉在了一起 认为我喜欢干 我能干 我能挣钱就行 挣一百块钱你能活吗 对 是一百块钱能活吗 有一次嘛 找他去拍 三百块一天 去中山 我和他爸爸 特意去看一下 对 后来我就开车 就送他去那里 早上十点去 晚上十一点多 十二点才到家 三百块钱 我邮费 过路费多一两百 我说你赚什么钱 权光明 你感受到阿姨的 这个表态的这个背后逻辑 能感受到 更加的抗拒了 他说的这个养活自己 我觉得养活自己这件事情 对于丁广的这个年纪来讲 非常的宽泛 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你会发现在一个城市 有四万一平的房子 也有五块钱一个的煎饼 你一万有一万的过法 一百有一百的吃法 而且阿姨您家 已经有相对稳定的企业 和相对好的收入状态 我个人认为啊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应该给孩子 一点点可以追梦的年线 我是坚定地反对 小朋友自己去选的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做好 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准备 就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妈妈的支持 你自己能把事干了 第二件事 因为我自己家里 我父亲是做建材的 确实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我确实接触不进去 就是家族生意也分很多种 就如果我家做游戏的 我肯定什么也不管地扎进去 但是你家里 确实是做了一个有意思的 有创意的 漂亮的 有趣的东西 恰恰跟你过去的 这个所学是匹配的 你这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他们家的 这个服装家族企业 未来的发展 是有意思的 是有意思的 对 第三 因为你家里是做 演出服装的 事实上 它本身就是有 自媒体岗位的需求的 如果你真想干 在你家里做 这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回到你自己的这个 就是业务本身 那咱说演员升台 行表 今天你从这走出来 到说漂亮是漂亮的 但是基本功 咱们可以说 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你已经26岁了 26岁再重新去 学基本功 再进入这个行业 确实是一个 非常漫长的路径 太遥远了 你这也不对 任长高明说了 有4万一瓶的房子 还有5块钱 一套的煎饼 那人家就置5块钱 不 我觉得我们宾广 只是50块钱的煎饼 这怎么了 不也一样 那跟我来讲讲 在你26岁的生活中 你有多长的时间 是靠自己 去完成生活的 这个负担的 就从今天开始 往前到60天 你接过自媒体 演出的单吗 接过几单 几单 四五单 四五单 赚了多少钱 两千块左右 然后平均到一个月 是一千多块钱 这个里面 有没有一些成本 比如说油啊 交通啊 阿姨都说了 还不够我那高速 过路费和油钱的 对吧 对 那你的净收入 是多少呢 我估计两千块钱 都覆盖不了 你这个自己 护肤的成本吧 是吧 所以你看 这就是人家 赵总说的原因所在 这时候 我必须要为 丁广表达两句啊 第一个是 站在子女的角度 我觉得有一个观点 是什么 子女不是父母的工具人 因为从刚才 妈妈表达的观点 虽然是基于爱 但是我觉得 很多的那个视角 带给孩子的感受是 你来就是替我接班的 这种感受 会让孩子和他 之间产生对抗性 虽然妈妈 可能建议是好的 路径也是有效的 但是在这个孩子 从小听话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叛逆过 一次情况之下 他一定是对抗的 然后同时的话呢 建立在孩子 要做自己的这种 职业探索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人生探索也好 他还没有努力尝试过 我觉得每一次 都是按部就班的走 我也是一个女儿 也是一个妈妈 我们家还有一个 跟他相近的娃 我就会感觉到 就是往往你妈说的再对 但是永远你给她 是听话照搬的时候 娃一定会对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之所以支持孩子是在于 他应该在他大学 还没毕业的期间 可以给他一定的探索空间 不管是说新的职业尝试 还是他的能力边界 至少孩子现在想去试一试 那么他死了心才甘愿 我爸妈不是那种家 就是你要做什么 就是一定要你做什么 他们属于那种 我特别需要你 没有你爸妈妈不行 爸妈妈 必须要你看爸妈都这么老了 你还忍心 我每天去开店 每天去沟通 每天去做售后 然后去谈那些经济纠纷 我没办法 我都做不了 所以我都二十 你就说我二十六岁了 胜在心宝都还没学 再拖我就三十了 我就更没学 学不了了 回到刚才丁广的这番表述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能听得出来 你是一个蛮孝顺的孩子 你其实内心始终割舍不下的 就是你心疼你爸妈 对 多好的女儿 所以我需要 他们说可以 就可能你跟爸妈打架的时候 你自己也不会哭 对不对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 你也可以放弃 你自己热爱的东西 去帮助爸妈 你也知道爸妈不容易 但是可能对于你来说 真的谁都是只有一个二十六岁 你也害怕因为自己的不专业 像当年开网店一样 未来有一天 真把这家族企业给干毁了 你更会内疚 对不对 阿姨您想过吗 如果有一天说 丁广今天离开舞台 他选择回去接班做事 但最后企业没做好 那可能那个时候 比如说十年以后 丁广三十六了 辜负了你们 自己马上奔寺了 一事无成 其实我觉得 对于他内心的打击来说 是最大的 对 谁的子女 都是这个世界上 一个鲜活的灵魂 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不要把他看作你的作品 你知道袁军吗 你知道他刚毕业的时候 去了什么单位吗 国家电网好不好 可以啊 稳定吗 你想想看 他从四川的一个小地方走出来 进入到国家电网 没过多久 他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辞职 他要创业 阿姨你想过没有 如果袁军是你的儿子 你是不是掐死他的心都有 老袁你当时出来的时候 你跟爸妈沟通过吗 想沟通 但是不敢沟通 你理解丁广的眼泪吗 对 那个时候自己偷偷晚上啊 可能也想抹点眼泪 核心点是因为你承载的太多了 然后辞职的时候 就是那种对不起我爹妈的感觉 对吧 就是那种电话我都不敢打 以至于到了两个月以后 我才敢尝试心的 我说爹妈 我想辞职 当时那种反对的声音 超级大 然后我就整个托托摸摸地干 所以那种心理的那种负担 就压了我很久很久 阮队 你跟你女儿平时交流得多吗 她跟我交流不多 我跟她交流多 那肯定是因为她跟你交流不多 所以你愿意更多地跟她交流 对不对 不要说在家时间短 就不是交流时间短 是我不老在家的 可不就不怎么交流 我要在家我就爱逗愣逗愣她 如果孩子想做的事情 和你和太太 对她的一些设想有冲突 你会怎么做呢 我首先要给你看孩子多大了 这孩子要是不做那出格的事 我就应该支持支持吧 而这个您是服装厂 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您这个公司是缺她呀 还是您想让这个 让她更好的 这个小加工厂就这样的 也是觉得我们一直都有市多了 就这个年纪了 意思是我们也做的 这个做的有点吃力 现在时代不同了嘛 我们好多也不懂嘛 就想要她一做来 接手做好一点 是您公司缺她 缺一说也不缺 也不缺的 那您到底是想让她好好发展呢 就是在您这儿发展会更好 还是您缺的这是两码事 我是觉得我这儿发展得好 因为她说你去什么 自媒体呀 喜欢做演员 但我觉得看不到 您是不是被自媒体伤过呀 您怎么对自媒体 这么大的这个不信任 我就是看不到未来 小云先简单给我们来说一下 大家都说自媒体自媒体 现在这个行业 它的就业情况和市场 整体情况怎么样 现在整个自媒体行业的发展 是非常好的 然后尤其是近两年 给很多年轻人 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然后不仅仅是台前的 然后还有运营的 数据分析的 然后一些技术相关的 其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好的行业 市场的平均薪酬怎么样 在自媒体行业 可能它的岗位也很多 具体还是要看岗位而定 但是比如说像主播 或者说前台的一些这种岗位 有的其实是有基础薪酬的 可能有一些是没有基础薪酬的 但后台的一些岗位 对它是有一些基础的薪酬 也跟城市有关系 定广就很巧 因为我也算是个自媒体 相对我从电网辞职过后 做自媒体 就是一方面是 你想象的那种稳定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又是自媒体 就任何一个行业 它的成功的概率的系数 跟你掌握的资源 经验环境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想你对自媒体 和表演的界定 其实跟你妈咱们思考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说的自媒体 我赶紧想做前台 想做那个IP 想当那个演员 拍广告 接一些商演等等 但实际上来讲 为什么自媒体 现在非常有价值和前景 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离不开它 对吧 其实你要服装的要搞好 你是完全可以插上自媒体的翅膀的 对 那如果说咱闺女很喜欢自媒体 那其实你应该把她的爱好和真的和咱们的家庭的行业和事业结合在一起 对 这个可能是大家能够最折衷的一个方案 她也干她想干的事 对咱们家族的企业有帮助 现在很多服装在新媒体上获扣非常好 如果说我觉得咱们要把这个家族鞋做好 你也认为姑娘咱们有能力 那如果她又喜欢自媒体 完全可以把她的爱好兴趣 结合咱们这个家族的生意来做 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认为你可能觉得她做不好的原因是 她觉得你没有成功案例 你可能缺一些东西 刚才我一开场给你那个建议是指的 你到一些大型的企业去 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你得习得这种能力 因为你现在是属于自己在那摸索 这就是你母亲特别看不上的地方 好 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 我再给各位嘉宾一次机会 根据我们刚刚的探讨和双方的表达 你们再做选择 最终到底是支持家长还是支持女儿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看看 我也支持金广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七票 都支持丁广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丁广 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我觉得各位老师都说得特别好 我要做一行的话 我得先有规划 不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我就跟爸妈说 我就是喜欢这个 我就是要干这个 所以他们不理解我不支持我 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没有给他们看到一条可行的路 其实并不是这个行业不可行 是我没有给他们看到我可行的路 我被你们这么说我接受了 您平时用手机买东西吗 还用得少 就是女儿在身边去叫女儿 儿子在身边去叫儿子买 所以你看 你不懂 你有需求 你让他们买 证明他们比你对这个有所了解 但确实丁广在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也没有办法说服您跟爱人 对不对 那今天如果从我们的节目离开之后 愿意给女儿一次机会吗 愿意 对啊 还开车送我去吗 送你去哪儿啊 送你去哪儿不重要 你们先关注一下菜鸟无忧 好 同时我们也特别感谢袁军 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分享了 你的这个人生经历 想问一下 后来你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专家团帮助 你跟家里是怎么解决 辞职的这个冲突 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让父母慢慢接受 但是我后面也在靠自己的努力去证明 我辞职是对的 对 这就是丁广最后想跟你说的 你要努力加油 在自媒体道路上 希望你能够不辜负我们的期待 也不辜负你的父母 好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职场助力 来吧 各位嘉宾 请根据我们两位当事人的情况 每个人送出一句建议 在自媒体这个领域找一个大的平台 花有限的时间形成自己的体系 如果自己真的想自己干 自己创业 基于咱们家里面的产业优势和经验 把它两者结合 你的自媒体才有可能做得成 我想对妈妈说的是 父母创造了孩子的生命 但是不能用爱与责任绑架孩子的灵魂 当他在自由探索的时候 永远是尽我们所能给予支持 那对孩子想说的是 如果你希望让父母对你放心和支持 一定是用你追梦的态度 还有行动和有规划的方法 让父母安心 其实我是想对丁广说 用事实 数据 客观存在的事情 而不是情绪去做决策 谁都有做梦的权利 但不一定这个梦想成真 我是态度是让鼓励你做梦 但是我觉得你不好成真 所以先梦些日子 然后到来找妈去吧 好吧 更好的工作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去尝试 因为年轻是可以尝试最好的时机 那你需要做的是 有目标 然后有计划 有行动 然后把你的反馈给到妈妈 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觉得父母的努力 应该是让孩子有的选 而作为一个孩子 我们应该展示给父母的是 我要在众多选项当中 怎么选 选什么 以及我要怎么做 好 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 非你莫属 携手 菜鸟无忧 将会为每一位 从我们这里走出的职场人 包括他们的家庭 送出一份惊喜 丁广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套 叫求职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里面 有我们当前国内 所有的500强企业 上市公司 央企国企事业单位的名单 和报名的网站 然后里面还包含 比如你的简历怎么写 这个很重要 对 然后那简历过后呢 肯定可能有的有笔试 有的有面试 那么你在这种早工作的过程中 你如何去提高自己的 求职就业的能力 都在我们这个 电子版大礼包里面 甚至你妈妈说的什么 考学校老师都有 都可以送给你 好 谢谢 感谢菜鸟无忧 为即将奔赴职场的 年轻人助力 菜鸟无忧 真正打造求职无忧 好 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 想跟二位说 向妈妈学习 他们这代人很不容易 借着改革开放的这个东风 能够一点一点地 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这份付出 这份坚韧 值得你学习 同样也想跟您说 鼓励她去追梦吧 最后 她还是你的女儿 不管她成功和失败 你都不会嫌弃的 对 那就希望你们 能够一起 共同奔赴一个 美好的未来 也期待着 在不久的将来 在一些短日评作品当中 能够看到 丁广的身影 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也谢谢你们 对于《非你莫属》 这个节目的认可 谢谢 最后 根据我们的规则 如果你们二位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达成一致 你们可以携手 从舞台的任意一侧离开 如果你们认为 还有分歧 无法达成一致 你们可以从 刚刚各自上场的方向 离开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他们最后会如何选择 二位请起立 站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选择各走各的 还是携手共同离开呢 谢谢 好 祝贺你们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菜鸟无忧的袁军老师 做客我们的解忧团 他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各位有困惑的朋友们 提供专业的辅导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 相关资讯 好 我们继续来看VCR 我的梦想是去大城市 做一名游戏设计师 我也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我的妈妈却只想我在家乡找工作 去大城市说是去追求梦想 其实就是逃避 就是不想努力学习去考试 考工或者考研 在他们眼里 好像考工考研是特别简单的事情 去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 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我不想我的儿子 未来要吃那么多的苦 我已经有分得的目标了 为什么还要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呢 我给他安排的路 就是踏踏实实 安安稳稳的一条路 不需要体验大风大闹 安稳就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当事人走上舞台 欢迎二位 好 欢迎 二位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 你们分歧核心是什么 孩子他想到上海去工作 还有他想做一个游戏设计 我是反对 我毕业后是想去上海发展 但是我妈妈她想让我回老家考编 考工 好 感谢二位的介绍 来 我们坐下聊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环节 沟通俱例 你想做游戏设计 对 你大学本科学的就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我觉得是环境设计 那为什么想做游戏设计呢 我知道了 因为今年夏天爆红的黑悟空 也有这个原因 也买了 对 喜欢玩吗 喜欢玩 想为中国未来的游戏产业做贡献吗 对 像你这种本科不是学这个的 你去了以后你能干什么呀 首先我们这个专业是 有学相关的建模软件 游戏是有一点点沾边的 再加上有一个原因是我同校的一个学姐 也是做游戏设计 所以我就想像她那样去上海去发展 她混得怎么样 她实习的时候已经有一万的工作了 那你这个去了以后能干得住吗 这个肯定是跟自己的实力有关系 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定在我的大四的时候 我能把自己的技能提升好 然后去投简历 好 我问你件事 你了解职业生涯规划吗 不是很了解 从你想做游戏行业那天起 你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规划和准备吗 有跟我的学姐聊过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这是你唯一的信息渠道 也是你唯一做的外部信息探访和收集 对吗 对 好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 这牌子我就可以竖下来了 我就坚决地要反对你 我来问一下夏女士 你对于松林 你到底是想让她去吃苦受罪 还是想让她走进你安排好的舒适圈 那肯定是舒适了 你吃苦吗 你工作起来 我不吃苦 所以你也要把这个家庭优良传统传递下去 你几个孩子 我就一个 宝贝儿子就一个 也不是说宝贝吧 够宝贝的了 还不宝贝 但是听完你的话 我是感觉 我吵帅了 吵帅了 特别不好意思 吵帅了 你湖南哪里人 湖南永州那边 永州 永州 永州是个好地方 好地方 湖南人都比较敢拼敢闯 怎么到你这 你就希望松林就 就回到你安排的地方去了呢 总的来说 她从小到大 是个比较乖巧 比较懂事 很孝顺的孩子 我不舍得她吃苦 按照她的意愿 她现在这么去传达 不一定会有结果 就是她经过这些苦磨乱之后了 最后回归原位 到时候工作没个中国 自己创业没个创业 我是这个担忧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不做游戏 能待在大城市吗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她不做游戏 我也不希望她待在大城市 我刚才一开始以为 你反对她因为游戏在大城市 现在把游戏这件事拿掉 她要干别的留在大城市 你也觉得不做 对对对 两页我都不能接受 如果要是大城市有编制 如果说大城市有编制 我也希望她尽量回到我们本地 我们本地也有编制 我记得原来之前讲过 这个编制的比例是只有2%的 考工的上岸率很低 国考是1.2 你像我们回湖南 审考的上岸率是2.7% 就100个人可以考两个人 我了解了我知道 大姐我问一个 就是咱们抛开和刚才这个 没关系的问题 您觉得人生走到当下的这个阶段 你觉得活着什么最重要 应该是健康开心吧 假设 就是从我们这儿走了 蒋松林听你的 既不去大城市也不干游戏 就按照你安排的 按部就班的去过 你希望他过上的生活 但唯一的代价就是 从过上那个日子 那天起 你的儿子就是不开心 我想问的人 您能接受吗 那这个话你可以问问我儿子 如果是我 他会开心吗 他这么做 我也会除掉他一样的 我问的是您 那我肯定是不开心的 对 所以我们来解决问题 有您这答案就行 好 第一环节 沟通俱例 最后 想不想了解一下 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在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哪些事情是可能他擅长的 哪一些领域 是他潜意识当中感兴趣的 可能这一点 您以前未曾了解 接下来听一听 松林的霍兰德 分析结果 我们松林这个选手 他自己的霍兰德 职业兴趣呢 是SECS代表呢 人际交往 社会型 实际上从妈妈期待的是 比如说走体制内啊 或者考公务员 他特别需要这个特质 那紧接着再往后面 E是代表企业型 也就代表他希望 未来在一个组织环境当中 有竞争空间 有竞争力 然后第三个呢 是C就代表常规型 这是代表规矩的事 制定标准的事 执行细节的事 是他擅长的 所以有了这个测试之后 我会有一个小疑问啊 如果是走艺术设计的话 特别需要A 创新力创造力 在孩子的霍兰德职业兴趣上 目前没有凸显出来 然后还有第二个呢 再介绍一下 松林的职业价值观倾向 这个孩子在当下的内心 对职场特别期待成就感 而第二个部分 是他非常追求美的享受 这个部分是他内心向往的 环境也好 创造力也好 或者他思路的创新也好 这是他想要的 第三个部分是独立性 所以您从这个视角上 我个人觉得 您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下 双方的沟通 然后再看孩子的兴趣和能力 怎么能适配 能满足他的人生需要 感谢亚云 第一环节沟通俱例 我们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 结合刚才亚云的这个观点 我想请教一下袁军 家长们通常情况下 对编制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大概做过一个统计 99.9%吧 都是对编制有狂热的追求 家长们对于编制 那是做梦 都想让咱们的孩子 能够端上的 好 有了老袁的这个专业的分析 和市场的一手资料 接下来各位 结合这母子俩的实际情况 好 立下 红色牌子代表着家长 蓝色牌子代表着子女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我问问啊 各位 咱们年纪大差不差的啊 家长们跟你们谈过编制的 请举手 有 三对三 高明开始 你爸妈跟你谈过编制的事吗 没有 父母是在编制内工作吗 应该不算 你本人对这个怎么看 因为我比较早就经济独立了 我大学就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我就不看编制了 你是在编制外找了一个吃饭的编制 对啊 对吧 对啊 好 鸾队您呢 就你当年咱爸咱妈聊过说 这个编制的事吗 没有 我爸妈对我这还不太干涉吧 就是当时就劝了一句 你学不出来 跟先生学的时候 你当时跟家里说我要去学先生的 对 爹妈就这一句话 对 然后但是可是呢 他也不下什么本 人也不要学费 那也学着就学着呗 家里边也没有很大的反对 小叶是你呢 我在我高中入学的第一天 我的老师带着我们去看那个高中 他非常骄傲地跟我们说 我从毕业就在这儿 然后我现在依然能带你们 我就在这儿学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 你已经讲过 对 然后我在那一瞬间 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的下旬 我觉得我全身的血都冻住了 我就想一个人 人生最好的这段时间 要在同一个屋子里 在同一个窗户里 看着一年四季的变化 我在那一刻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一个每天都不一样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16岁 到现在我也一直坚持这件事 所以我儿子今年高考 我也非常支持他去 不要做一个稳定的 每天都一样的工作 这是我家的态度 也是我的态度 回到他这儿 我想问问老袁 夏女士这种对编制的这种 狂热的热爱 你觉得 我不知道我怎么去 谈不上正确与否 就是我感受最深的是 其实包括咱们夏姐也是一样的 就对编制的种类和工作类型 大家其实并没有太了解 要不说你是专家呢 对 就所谓的编制是指的 国家工作人员 享受国家公务 要不就是财政拨款收入的 要不就是代表国有资本 出资控股的 就属于有编制的 它其实包含传统意义上的 公务员 事业单位 军队文职 包括三支一服特肯教师 还有一大类有编制的 叫央企和国企 编制类的工作 它其实也是多元化的 也是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 我们湖南有几个单位 你看看它稳不稳定 咱们孩子想不想去 举个例子 国家电网 电网它是我在我认可 那个体制类的 编程呢 编程是的 铁路 是的 银行 是的 自由 是的 航天科技 这个就太太太 目标太大了 一点都不大 它那个专业也真糟 是吗 那就拜托老师 我问你 你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线下如果说 现在有一个叫援军的老师 要开这样的培训营 给家长和孩子们 讲关于求职啊 找工作这些事 你会感兴趣去听吗 我第一个报名 你平时有做这方面信息的了解吗 没有 你看 我发现你们娘俩 虽然说在找工作这件事上有区别 但在一件事上 你们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信息的获取几乎为零 渠道单一 方法有限 我为什么支持你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支持松林追梦 但是如果追梦 只是听信一位师姐的一面之词 她告诉你这行业怎么样 她要是说错了呢 她那个公司多少人 她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是怎么样 你都完全不知道 你要光听这一个师姐的 你就耽误功夫了 你可以追梦松林 这点我希望你投身游戏行业 有所成就 但是你要做准备 而不是光听一个人的这一番话 你知道袁军老师 每年帮助多少准英介生找工作 他搞了很多免费的吗 然后接下来有一件事 大家看他面前摆的是什么 我也好奇呢 这个是遥控器吗 就是我们现在聊了很多 我们还要确认一件事 你想做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所以接下来我提议 咱们看看这小伙子的作品 他说如果真的 有这方面的能力的话 那可以努力他 去尝试一下 好不好 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也不同意 没事 是 对 你是他妈 你说什么都行 我们先来看看 真不错 您这一上来就捧 只给了这个 我的大学在香坛 然后就是一个香坛 一个老旧的一个公园的 一个翻新的一个改造计划 对 叫延美洲公园 然后有一些设计说明 然后还有活动分析 区位分析 还有现状分析 然后这是一个展板 然后我们是用来投比赛的 是我个人设计的 你最后这个拿奖了吗 拿了 几等奖 剩三等奖 你们一共多少人获奖 我们班的话是只有我们 三四个人 好你继续说 这个有人群分析 还有现状分析 还有历史严格 还有策略的生成 然后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节点平面图 右边这两张图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对 建模自己炫的是吧 对 这个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是我们自己建模出来的一个展览馆 你左下角这几只鸟你炫了吗 这是用PSP上去的几个 RP的哈 好嘞 主要是一些氛围感 然后也是和上一个一样 有它的一些立面图 然后平面图也有 彩屏图也有 然后还有一些主题与概念 这里用到的软件就是有CAD 然后也是PS也有用到 然后这是我自己根据网课 然后跟着网上的老师去做的一个 算是游戏的一个建模图 自己建的还是AI帮你画的 自己建的 也有AI AI有帮我出图 然后这也是一个模型 下面那个是样本 然后是我的参照 然后下面那个是我建的 来吧小叶 给我们一些专业的点评 我先说如果是从你的这个目标的方向就业岗位来说 它是完全可以拿到一份游戏公司的初级的这个场景设计的助理的岗位 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在这个目前的整个的行业发展来看 我觉得它的行业背景和它的目标是匹配的 所以我是挺支持孩子去试一试的 好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萧英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游戏行业目前在我们的求职市场上 它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游戏产业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 我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 大概整个产业的规模就突破了3000亿 预计应该是在25年的时候可能会接近4000亿 所以整个产业来看还是一个发展很好的产业 像他这样本专业不是学跟游戏相关的 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比较顺利的评论 是可以的 因为在整个游戏建模当中其实它有很多的场景 其实我们初到游戏公司做建模只能做一些助理 然后可能初级的建模是只能做一些小的这种道具背景 你可能到了中级建模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可能才去参与这个复杂的人物和环境的这个设计 大概这个时间也要到5年左右 他现在学的专业跟他未来要做的初级的工作 其实是吻合的 好 接下来的问题我要来问亚云 就如果大学生朋友因为偶然的兴趣 我突然想干这件事 那怎么能够快速地来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所谓职业规划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学老师提这个问题 应该是所有大学生和家人都应该听的 如果你要想从事职业 第一件事是你要找到你想成为谁 所以我们要有榜样 对吗 那这个时候你想成为谁的时候 如果你要找到从事这个专业的人做职业访谈 而且这个职业访谈绝对不能像咱们孩子只访谈一个师姐 一定是行业资深的从业者多位访谈 让你去对自己的综合能力 还要你的长期发展兴趣 以及你对这个行业发展的薪酬回报期待 是不是朝着你期待的方向 至少在大一大二要做这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做有效的实习体验 这个时候要参与一些企业的一个官网当中介绍的 校招的计划 去了解 去面试 去感受 第三步才到自己结合专业里面需要的技术壁垒 我怎么去不断地迭代 因为刚才萧音老师在介绍这个行业现状的时候 我为什么悄悄把牌换了 我还想最后问你呢 不看他作品吧 我挺想支持孩子的 我觉得孩子追梦是好事 看完作品之后我就立马立体地发现 就是游戏行业不缺一个他这样的设计师 因为就是简历放在那儿都不会被看见 可是公务员视察也更不成一个这样的公务员吧 对啊 所以现在是要干嘛呢 就是孩子还要回到咱们刚才的主线 利用咱们这个场景好好的重新规划和定位一下 虽然孩子喜欢 但是他确实还没有在喜欢的层面上 有任何可以去拿简历过关的这胜利条件 我给你翻译一下吧 就是你觉得他能干 但是你觉得可能未必能让他走多远 且能够很好的生活 你是想表达这个意义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还挺卷的 从当下你的作品水平来看 却是完全不具备往这跨界的 姐 他大二 不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得这么高 曾经和你一样 我在大二的时候才找到我的职业目标 我们学校的人都是走非常正经的播音主持路线 你看我这个长相 一看就走不了那个路 我跟你一样是大二的时候 才开始有别的路径的想法的 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像各位说的一样 你要在大二的时候就想好 你的兴趣点能够给你带来的规划收入 以及能不能养活你自己 且有付出实际的能力 你好牛啊 他有兴趣 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同龄人很多了 完了 雅云老师 你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课 遭到了课堂上一位同学的强烈反驳 对 而且我必须要反对雅云老师 恰恰他现在所学的这门课 跟他想干的事在这个技术上是匹配的 他专业对口他又喜欢干 你就干这不是挺好吗 他的专业方向是对 但他的专业水平能不能符合现在 就是大家如果在招聘行业肯定能知道 优秀的游戏公司他选人的画像 当然不优秀的公司可能也不是妈妈 或者是孩子愿意去尝试 哎 松莲你自己说说 雅云老师刚才说的你认同 我认同我现在的水平不是很高 那你不认同的是什么 我不认同的是雅云老师他是不支持我 就是做这个行业 反对而反对 你这倒是 洗钱口正直 对 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是挺多的 一年的时间足够让我的设计的建模的水平 可以有很大的提高 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 因为你是接触了游戏行业 或者听说了你感兴趣 你觉得刚好一个设计 不管是任何设计 需要的具备的思念 你看有没有 第一个 创意 创新 有 第二 对美感和细节的把握 有 第三 学习和适应能力 因为新工具 新系统 新方法很多 第四 合作 沟通 交流 团队协作能力 对 这四项能力都满足了 对 好 那你学环境设计有没有考虑过 比如像我们说的你喜欢的家长 中国建筑 中铁 中胶 中电键 中能键 既稳定也能干设计 你有没有想过这条路 我想做的是设计行业 我不想做建筑设计 设计 那如果是不是游戏设计呢 不是游戏设计 我可以接受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也可以 还有那个设计传达 我问个关键问题 你有没有投过 跟你感兴趣岗位相关的实习机会 我现在没有时间实习 不 他现在这个情况 去游戏公司 做这个设计助理 是完全没问题 如果妈妈反对 如果你坚持的话 小姨阿姨给你一个这机会 因为我能为她的专业能力 打宝票 我就干这个的 如果你喜欢这件事 你有目标 你有技术 然后你又有热爱的东西 你就先做一做 大概率你不会做得太差 好 先做一做 对 就是实习 对不对 好 那我来问袁军 像他这个想实习的行业 菜鸟无忧 能给他提供吗 实习每个大学生 包括你要找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不管是游戏公司 还是那些什么500强企业 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发布 对吧 你自己去投 第二呢 就是让你爸妈身边的亲朋好友 老师帮你推荐 包括小燕老师 对吧 因为你身边亲朋好友 他们手上可能会有些事情机会 第三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工具系统 就我把全网的招聘信息 有个人港匹配系统 下来我就那个电子版的礼包 可以送给你 就你可以去塞 塞了过你去投 但是我想表达一个 很比较核心的事 就是说因为你母亲 他只希望你回老家稳定 他怕你在外面吃苦 实际上我是很支持你做游戏的 我也认为你能干好 我也认为你会为之而奋斗而努力而学习 我还以为你说半天要支持我跟亚军 但是 但是我支持你这个职业选择的决定 我更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平台去做游戏 再来我又想跟你说下面的重点 你妈妈可能爱拼 中国移动有米谷呼吁文化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都是有游戏平台 游戏中心游戏公司的 那你既可能追求自己类型的梦想 你又能让你妈妈没那么操心 我这属于央企国企 也算是体制内 包括那些事业单位 但是我又不在外面漂泊 但我又干的是游戏 你可以选择这个路径 拿出来探讨 但我就担心你不认 说你中国移动不是体制内 你中国移动没有我们老叫的公园 没有这无认可 你看夏女士笑得多开心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能给我们的这些大学生朋友 提供比较权威和专业的实习机会吗 有 就是实习也要走流程 其实实习和就业是一样的 就是你也要报名 你要经历过面试 但是为什么说实习很好 是因为实习有优先 录用 转正的机会 它其实是一个快车道 你如果特别想去这个企业 你就想尽一切方式方法 你去实习 那个大白老师 我想问问孩子 就是你想不想考工考编 想进编制吗 我不想 就是你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不想 首先是在老家 如果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的话 我觉得每天都是一样的工作 我觉得是挺无聊的 而且是一言忘到头的 如果我22岁 我去了事业单位上班 我可能要干到60岁 我要一做就做40年 我觉得这样很痛苦 但是你说这个工作 你可以有稳定啊 如果你不进体制列单位上班 你一毕业 就到外面去传单 你进一个什么公司 什么样一个集体去上班 还不知道 你那个薪水 到时候够不够你租房 养不养得活 你自己倒还是个未知数 到时候还加你爸爸妈妈 还来补贴你 您的灾难性 我觉得妈妈最希望 他孩子做的工作 是全职儿子 您怎么就不能对孩子 有点信心 今天我说哈 不是说我对他没信心 其实说实话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 他都是一个挺乖的孩子 真因为他乖 我就不忍心让他去受苦 好 我听明白了 你妈说你是一个 从小到大特别听话的孩子 你说实话 你是为了配合他们而听话 我 还是你真觉得自己 我觉得 我现在已经成年了 我觉得是对的 我会很听我爸妈妈的话 但是如果是我认为 是不对的事情 我不会听他们的话 那这个对和不对的标准是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年轻人和中年人的一些 在很多事情 有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是会坚持 我自己的观念 你自己的什么观念 就比如说 到上海去发展 还是去做游戏 就是这两个观念 就比如说我们工作的观念 找工作的观念 我觉得我是还年轻 我是有闯的资本的 你看你有你闯的资本 到时候 闯个十年八年回来 没闯出个结果 到时候还是卷着铺块回家 到时候你想回来考公务员 没名额了 年龄也大了 到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说 我家里是开矿的 我让你去闯 闯到失败的 你再回来 家里随时有丰厚的 什么家底给你 听明白了 感觉蒋松林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你和他爸 没能耐 没有矿 所有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 都是希望孩子 能干他喜欢的事情 他做的事 能让他感到快乐 但是现在我支持他的话 他是短暂的快乐 他说也许是五年 十年八年的快乐 他还未来 余生三五十年的 那是痛苦 您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自己创业 创立公司 创办公厂 你自己当老板 这是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进一个 大规模的公司 公厂 你有特技 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你是特技人产 这永远是 老板是把你碰到手心里面的 他不可能说 想要你就要你 不要你就不要你那种 那孩子 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对成功的定义 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听来听去 我渐渐就平静了 我特别理解妈妈 其实她和所有的妈妈 和你们在座 各位母亲都一样 你说谁愿意 让自己孩子吃苦呢 都是希望自己家孩子 少走弯路 我觉得这个也是 袁军他们菜鸟无忧 创办的一个宗旨 但是夏女士 我不知道您跟她父亲 当年是怎么搞的对象 人在二十多岁的年纪 他的思维就是活跃 是的 他现在表现出来的 就跟您当年 二十一岁的时候一样 您在二十到二十八岁 这八年当中 您对于您的父母 所有的要求 都完全采纳并遵守吗 我那个时候 说实话 如果我的父母 当时像我这样 要求我的孩子 我还不至于今天这样 那言外之意就是 父母第一没要求你 也可能有一些要求 你也没有做到 其实大家都一样 其实我不想让她在外面 就是让她一定要成功 成功也不是每一个人 在外面去闯去奋断的 都会获得成功 所以我才想让她回来 好 我再换个说法 你现在全当有一个机会 两年的时间 把她放到上海 就跟到国外留学一样 然后咱看看两年以后 不是现在还大二吗 两年游戏这个含义里面 能够占到什么一席之地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说 她在这个大一点的城市 多积累一些人生的经历而已 那证明听到这儿 她多开阔了一些眼界而已 向女士 她并不代表会成功 听到这儿 您没有认真听 刚才袁军的话 菜鸟无忧给他们提供的 这些面试的机会 包括给她提供的 这些宝贵资料 就是让她能够在人脉积累上 先做零到一的突破 给她创建这样的 一种正规的体系 袁老师 你告诉我 什么专业四年以后毕业 挣钱特别多 什么行业四年以后 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 什么工作四年以后 一个月月薪 1.5万以上 我跟您说 我也跟电视机前 很多家长朋友说 您说的这个 不叫职业规划 这叫算命 你认同我的话吗 认同 职业规划的奥秘在于 第一 看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第二 了解清楚自己想干的事 和他的行业情况 刚才我问了三个人 我先问了小叶 你的专业能力怎么样 再请教萧英 你要去做的游戏设计行业怎么样 再让亚云给你讲 什么叫职业生涯规划 这才是你在今天舞台上 应该学到和积累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 就是让20多岁的人 追求稳定 这个确实就不太现实 因为这个时候 大家就是探索体验冒险 但是你说30加40加人 都在希望自己 在各种方面平衡和稳定 他是一个年龄的产物 还有角色的产物 再回到孩子本身 其实我看完他作品 选择支持您 并不是说支持您的观点 而是孩子对他的 这个专业方向 我觉得是有成果物的 而今天咱们中国 挺需要数字中国的 很多城市景观 甚至一些文旅板块 都是需要游戏化的方式和场景 去让每一个用户 对他有喜欢 所以孩子呢 他现在的职业信息 非常有限 仅仅就是身边 有个师姐做了游戏 游戏就是大家喜欢的 他又觉得喜欢了 但不代表 他真的百分百确定 他也不能回答这个答案 所以给孩子 一些探索的空间 还有一点 我也想补充一下 关于就业城市的选择 我接触过很多家长 很少有家长 愿意让孩子守在身边的 愿意放出去 不是说希望他怕他受苦 是指的 如果他在北上广深省会城市 有更好的这种 稳定的工作机会的时候 绝大多数家长 都愿意让孩子出去 哪怕你混好了过后 你再回来都行 有一句话在整个体制内也存在 体制外也存在 叫自上而下容易 自下而上很艰难 你在北京可能是总部 上海是总部 你工作几年 你申请调动 我可以回地方 回老家 公务员也系统 也有机会 但你要说我一毕业就在县城 在普通区县 我再想去总部 对吧 我想去最好的单位 但是你发现全国人民都想去的时候 没有机会了 蹭他现在还是大学生 是应届毕业生 你应该在北上广深大城市 找稳定的好工作的机会 早有啊 而不是打磨 对 老袁说的 少有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上大城市 我刚才听着听着 一度觉得 宇宙的核心是湖南影楼 所以你愿意让儿子一直留在你身旁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袁老师还是站在一个真正的专业的职业规划上去给他建议 但是从家长来说 其实我们归根结底 就是希望孩子快乐 但是说实话 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孩子和我们未来什么样 我们只能保证今天此刻 眼见的未来之内他是快乐的 那么怎么能让他快乐 就只有活成他自己才能快乐呀 他现在是去实习找机会 如果说在他大四毕业之前咱把这件事确定了 不浪费他应届生的宝贵身份 您明白了吧 只要他给他实习的时间 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实习了以后他就必须回来 但是您恕我口冷啊 我说一句啊 如果您要是按照这种态度 那没得到 在他未来的人生当中跟他沟通的话 我担心的是 蒋松林不是未来工作不幸的 他很有可能 未来的婚姻也难心 是 对呀 我也担心啊 你不用担心 现在你的表现让我替他和他未来的伴侣担心 对 你看他那么以后 他在外面传单 房子也买不起 还有 没事 有你在他不会买不起房子的 有你那么优秀的妈妈 你已经说过有个效应叫什么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就是当您非要强行干预一个人的 他的所有决策的时候 即使您说的对的 他绝对朝着您的反方向去做 当然最后的决定权 还在你们二位的手中 好 第二环节 群策群力的最后 经过我们解惑团的这个专家们 苦苦婆心的劝解之后 咱们先来听听这个妈妈 你的观念有所转变吗 坚持 坚持啊 好的 宋林你呢 我是 做游戏 好 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环节 名字叫做职场助力 每个人给一个建议 来 先从援军开始 找一个稳定的平台 去尝试你的游戏的这个岗位 可能你能在这种择中中 找到所有人对你的支持 作为一个母亲 我特别理解每一个妈妈 对孩子那份心意 但是那份心意 永远只能是建议 但绝对不能是安排 因为每一个孩子 她永远是希望自己 腾飞和长大的 所以对于我们宋林来讲 你今天你的认知盲区非常大 虽然你有你的热爱 但是你为这份热爱 投入的经历专业 还非常的少 可以利用你后面的 大学时光去探索 答案不一定是 你今天就要承诺 必须成为游戏设计师 但是你在探索的当中 一定会找到 你想做的职业 大老知道 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是家长跟孩子 关于观点发生矛盾 我大概率都是在 家长的角度的 我之前 但是这一次 我站在支持松林 是因为我确实是因为 你的所学专业 和你想要进入的行业 在这个内容上是匹配的 然后你现在 既然有这个能力 然后有这个技术 就可以去试试 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你那么不想 让他这个离开家 他人就想出去 所以这不是一句话 两句话的 我觉得应该让他出去 而且刚才 游戏不游戏的 也无所谓 学什么设计 他爱什么设计就什么设计呗 才二十来岁 你看你俩人来了 我也看半天了 这孩子一坐这 说我们话 这就上着听呢 我根本就素着俩 肯定有很大的逆反心理 我觉得你应该通过别的方式 多给孩子温暖 我尽量吧 妈妈不要太诚实 而且这挺健康的一个孩子 你早晚他得离开你 对吧 你不能跟着他那么大岁数这样 要不你也跟着上上海 我觉得还是可以在 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多尝试 然后第二个从游戏产业来讲 刚才介绍了一部分 其实它也不仅仅是娱乐 它跟教育 然后跟我们的文旅 跟很多的行业 其实都未来慢慢的结合在一起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所以把心打开 然后给孩子一些机会 多一些经历 我觉得无论未来在哪 其实生活都更加的幸福 我觉得就对妈妈说吧 就是不要假以 希望孩子少吃苦为由 而关闭自己了解外部世界的耳朵 选择没有最好的 只有自己选的和自己适合的 那接下来我就要对孩子说一句话 因为其实作为跟你一样 同龄人过来过 也和家里人产生过分歧的男性 我可以跟你讲 适当的隔离是好事 你真的就去实习 你就是消失一段时间 拿着工作结果回来 告诉他们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我可以过得好 带着结果回来就OK了 不然的话真的只有痛苦 好 感谢我们各位嘉宾 但是我稍微跟刚才高明 最后那个观点有点不同 我觉得中国人最可贵的一种文化 就是叫做家庭成员之间 彼此的关心 我不太希望他和家里人隔绝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都能很好地掌握 物理距离隔绝的度 它很有可能会产生出 更深层次和更多的问题 今天你始终没有正视妈妈一眼 这是我观察到的 你现在愿不愿意坐在这 你看着你妈妈 你跟她说一句 说妈妈可能我现在选择的 你不接受 但我很爱你 感谢你为我付出的这些 你愿意今天在这跟妈妈说一句吗 愿意 好 在你说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回忆一个 你从小到大 你和妈妈之间 你最难忘和最感动的事 我觉得我和我妈妈的 平时的相处方式 不是那种感动的 是像朋友那样的 因为我妈妈 说实话 她在很多方面 她是比较的年轻的 很多思想 但是她在我这件事情上面 我是和她沟通不了 她是还是有很多的 她的偏见 但是你现在让我突然想一些感动的事情 我可能想不出来 那好 那你现在愿意 她没跟你说过 没有 其实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 她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爱的男人 知道吧 我相信 我也是这个世界上 她是最爱 最爱我 她最爱我的人 其实你知道你这样做 她会反对 但因为你爱她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 对不对 不是反对 我不想让她 吃苦 不是吃苦冒这个险 就是怕她是一个 没有结果的结果 我就是怕我小孩以后 她今后的人生 她背后太多的生活的负担 虽然大家说 我也刚才表达一些观点 但我觉得 一个孩子能够评价说 跟自己的妈妈像朋友一样 夏女士 你应该说 在母亲这个角色上 做得还挺不错的 其实我的性格 是比较急躁的 当时周围的朋友 邻居都说 他说你这一辈子 他说你把你最好的耐心 都给了你儿子了 挺急躁的 因为每当我急躁的时候 我都想到我儿子 因为他小 我有这个义务去包容他 所以应该儿子 从我心里来说 是比较认可接受我吧 但是就这点事情上面 就是说分歧比较大 产生了一点矛盾了 影响了 如果我大学毕业的话 已经是22岁了 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 我的观念是 该赚的男性还是会赚的 就是我不怕吃苦 因为我也见过吃苦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让我有 让我有去尝试的权利 希望你支持我 求职这件事 只是当下 更长远的是 你们之间的母子关系 和亲子关系 中国有句老话 血浓于水 到什么时候 你们都是一家人 这是你的宝贝儿子 你是他的妈妈 所以工作这件事放一边 希望通过专业的辅导 能够消除你们的隔阂 也希望你这种 有热爱 有追求的年轻人 能够早日成才 你知道吗 每一位走上舞台的当事人 我们都会准备一个礼物 想知道什么礼物吗 来 有请袁军 送一套就是关于他考工考编 包括那些 我刚才谈到的什么 中国移动 中国滑路 这种大型的文化传媒公司 它可能也包含一些 你感兴趣的感 因为我给你送的 基本上都是500强的一些大企业 肯定是稳定 体制内 感谢 未来有发展前进 对吧 我把他们的报名的网站 参考的提醒 以及该如何复习备考 我给你发过去 好吧 很实用 对 他看 您更不要看 那最后 按照我们的节目规则 有请二位起立 经过我们刚才的 调解和解惑 你们二位 可以选择达成一致 携手从舞台的任意一方离开 也尊重你们彼此的选择 保持分歧 各自坚持自己的态度 分别从你们刚才上场的位置下台 所以接下来 你们二位会怎么选择 三 二 一 请二位做出选择 哈哈哈哈 这个 这是 各位 我跟你们说 拜拜啊 拜拜啊 来吧 一个开门 阳光明你猜猜猜 这最后是谁 这谁从了谁 哈哈哈哈 上台肯定继续打呀 哈哈哈哈 谁也没从谁 呃 鸾队怎么看 回家了 再见了 考考你们第一个字怎么读 不认识 哈哈哈哈 有人会读吗 山 沾望正 不会读念一半 散吧 还真让潮汐崩队啊 啊 他们对了 哎 沾望正 突发事件 够六十万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球队队 宇慧珍 三十一岁 河南省会计学校 会计专业 大专学历 各位企业家好 呃 人力资源老师好 住持人好 我叫于慧珍 我来自河南郑州 今年三十一岁 我今天求职的岗位是 销售或者祝国 好 欢迎您 您这个第一个关键词 是您的健康情况 还是有一段 什么样的经历 就是我的前夫 我孩子的爸爸 在2017年的时候 我生下我的大女儿 我爸让我自食其力 做了一个养殖场 第一批鸡 赚了十七八万 当时然后赚到人生中的 第一桶鸡 还挺高兴 挺好的 四个月的时间 哇 不错 开始上第二批右击的时候 当天我的前夫和他的父亲 因为干活的一点小事 发生了矛盾 然后从小假开始炒成大假 然后最后他出去喝酒 这也不归 那到第二天他回来了 回来就跟我讲了一句 我要走了 他当时喝了农药 我就放下手中所有的活 拉着他走到我道上 迎接120 当时一入院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交了两万块钱 当时那个养鸡需要投资 鸡上了 然后设备也买了 手里边没钱 当时我爸爸说 不要放弃 坚持就是现在最好的结果 等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孩子的爸爸 租醒过来了 出现了就是刚才 屏幕当中说的 沾望症 这个病的具体表现 就是胡言乱语 不认识所有人 然后乱骂乱说话 当时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想着 花了这么多钱 我还是没治过来 还有当时有一个 什么情况呢 我都又怀孕了 等于说怀我第二个女儿了 今天我那个女儿也来了 我当时我爸爸说 还是那句话 坚持 坚持就是当下最好的结果 听了我爸爸那句话 我坚持下来了 等到第十七天的时候 他完全康复了 就是从沾望症 就瞬间康复了 当时我就觉得 我所做的 还有我爸爸说的话 都挺值得的 那为什么现在 你称呼他是前夫呢 后来因为各种事情 然后他的不负责任 还有他恃久成性 我就觉得 我自己可以把两个孩子带大 现在养鸡肠还大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突发事件 因为我爸爸的趋势 我的养殖场不干了 不想干了 因为干了 让我容易想起我爸爸 这个突发事件是在2018年的年底 我的家庭是一个很复杂的家庭 等于说是我爸爸的前亲 不会怀孕 就抱养了一个儿子 抱养了一个女儿 2018年的年底 因为拆迁房子这个问题 我爸爸把这个房子平均分给了我 我的哥哥 我那个姐姐不愿意 然后就是回来 2018年的腊月30 他回来 然后说这个事情 让我爸很生气 导致当天晚上脑血管破裂 当时我爸还是肾病的 就是晚期 当时我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我爸住在中正监护室 我在外边没有休息的地方 就是三个凳子组合在一起 然后就在那儿 守着我爸 守了一个月零十天 到最后在二月份取舍了 原来我爸就是干养鸡的 然后我干这个鸡场 然后我就容易想起我爸 你爸走的时候多大 67 因为这件事 我妈受打击也比较大 然后经常出现自言自语 我在外边工作 同时我还要担心他 等于说现在 我带着两个孩子 和我的母亲 然后一块生活 那你现在这个经济方面 怎么解决 就是2020年做了一个化妆品销售 我们是每天去一个小县城 然后跑十几家店 就成的几率也就一家两家 然后收入也不稳定 因为当时压力太大 然后导致我暴饮暴食 当时 女儿多少斤 230斤 你现在这是减肥成功了之后 是吧 对对对 右边的这个照片 是我前一个月 在西藏的时候拍的照片 那你现在家庭支出 主要靠什么呀 就是我化妆品不做之后 因为暴饮暴食嘛 太胖了 我就想做一个训练营 什么训练营 减肥训练营 减肥训练营 因为自己也太胖嘛 然后到哪 想改变自己 对 成功的话再去帮助别人 对对对对 那看来你这个情况成功了 我当时跟我那个合伙人 我们两个投资了将近二百万 将近二百万然后 你出了多少 等于说一半一半 投资完 然后准备开业的时候 来了一场洪水 把我们那个刚装修的 买的健身器材 盖的活动板房 然后就是洗澡的地方 都冲走了 这一蹶不振 你也起不来了 我当时 就是心里边比较难过 然后本身想着就是维持家庭 然后让孩子过一个好的生活 让妈妈每天开心一点 离婚了爸爸也走了 然后干了两个事 就最后最后一个投了一百万 这么多都赔了 对对对 不到一百万 八十多万 那也不少钱啊 你说你得心心苦苦 多少年才能挣回来 当时借的也有钱 一场洪水 冲的什么都没有啊 当时都绝望 但是 我又想起我爸爸那句话 只要坚持 就是当下最好的结果 当时损失了就是六十万 六十万 然后没办法 所以那个负六十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 然后贷款 然后重新开了这个训练营 你写了个月薪七千 对 这个是你在那儿的 这个不稳定 我现在副业是自己平时拍点日常 短视频拍日常 想求着一个助博 等于说是什么吧 理解 我会的也不多 现在我自己在学 先一点点干 先学 明白 我问一下惠珍 如果要让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你的减肥训练营 你现场模拟一下 可以吗 可以 来 得找个人跟我对话 找个人 那找人只能是潮汐先生了 从体型上来看 他可能算是一个潜在的用户 来 掌声有请潮汐 你好 你要咨询训练营吗 确实有这个想法 你现在目前身高体重多少 178 90公斤 90公斤 100斤 够我们饱受的要求了 你到我们这儿 我们有合理的饮食 有氧运动 还有力量运动 保你一个月能瘦10% 我只是过来看一看 你觉得我胖吗 我觉得我还行吧 颜值还可以 可以 咱们可以素一下行 然后让自己有肌肉 看着有力量 变得更帅一点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够帅了 减完肥 然后更一表人才 你看看 我这个还可以吧 男人有点小肚子 我觉得蛮性感的 来我这儿减肥 我不会让你骨瘦 让你变得更有力量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瘦吧 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 好 谢谢潮汐先生 作为参与者 你先点评一下 我觉得销售 其实大家都知道 销售首先 找到客户痛点 给出几个方案 然后再做排他选 你只能选择我 这是销售最简单的基本逻辑 找到用户痛点的时候 我过去其实给他了一个口 我故意的就露出了我这个 该减肥的肚子 但是呢 你没有抓住我的痛点 好 感谢潮汐 谢谢 辛苦了 给您一个机会 但是表现的差强人意 有可能是刚才讲往事 你还在那个状态当中 就没有进入销售的状态 也就是说 对 没有热情 没有感染力 这样我们先来考一下 他的执掌情商 好吧 你和同事一起打车 他说你最胖 做前排吧 你怎么回复 那好吧 那我就做前排 你会排斥吗 就是他这样说你 你会排斥吗 不会 因为自己本身 就是自己要实际情况 站在整个你的求职上来讲 我觉得你的意愿 都是特别好的 例如说咱知道自己 做主播不行 咱从主播开始做起 但实际上 我想告诉你的是 在这个市场上 主播也是特别的受欢迎 但是你的经验 却很难去达到 主播的要求 你可能只能从 主播的助理开始做 那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在销售上面的话 我们能感觉到 你其实是在用套化 在用你准备好的方式 再去做 但实际上的话 你是需要 根据客户的诉求去看 慧珍 现在就面试进行到这儿 说实话 你的销售和主播的技能 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 虽然你对这两个岗的意愿很强 但是现实就是企业家们 恐怕很难根据你现在的表现 给你岗位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吧 看看各位企业家 会不会给你一个学习的机会 好 各位企业家 请根据 与慧珍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好意外啊 最后是我们一位天津的企业家 赵芳 为你留下了这最后一盏灯 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 谈钱不上感情 可真是这样 我刚才听了你的经历 也特别受感动 你想让自己有更多的收入 能让家里的孩子和老人 活得更好一点 今天呢 我能为你提供的一个岗位呢 就是一个客户服务 这么一个岗 因为我觉得你很需要 一份稳定的收入 工作地点呢 可以在郑州 因为我们公司在郑州 有分公司 工资呢 大约 因为你是小白嘛 对我们这个行业不太懂 可能是四千五家或者五千家这些 好考虑一下 选择汇聚人力集团 或者谢谢再见 倒计时开始 你的选择是 祝贺赵芳 也祝贺你 同样我们也掌声 请出你的女儿 跟你一起分享 求职成功的喜悦 好不好 来我们小朋友 妈妈求职成功了 你开不开心 开心呢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宇贺珍 也送给她可爱的女儿 祝贺阿姨再见 祝贺阿姨再见 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关注 非你莫属公众号 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报名参与节目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 如果你想找工作 可以点击我要报名 点写报名相关资料 如果您是企业方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赛的话 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 上传相关资料 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 在非你莫属 总有适合的等着你